對於中國的武漢肺炎有著太多的未知 但香港微生物學家管一從武漢考察回來後說 此次感染規模最終可能會是薩斯的10倍起跳 紫特曼醫生認為必須要從中國收集更多數據 對於中共封鎖15個城市來控制疫情 紫特曼醫生表示該做法是無潛力 會帶來多種難以預料的後果 dumb啊 This in modern history is unprecedented to attempt to lock down or prevent travel that size of a population it is very controversial to manage and it will be very challenging for them 和那些區域的民族 他們將會看得很近 他們在嘗試到達到的利益 在限制的發展 和它們的影響 有可能會有經濟問題 有各種二次的影響 蘇特曼醫生說 目前人類已經經歷了 三次冠狀病毒爆發 將來再次爆發也有可能 對於全世界來說 需要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才能防止這種疫情的蔓延 和再次發生 新唐人記者 劉海英 多倫多報導